哇塞 终于是减肥成功了 46.35已经到我的预期的目标了 耶 成功了 拜拜 拜拜 大家好我是中日家庭的样雅 刚才我公婆她们把我送到医院这边来了 今天要来看那个耳科的专家的医生 现在看完了在这边排队等待付款 我是887号 现在我这个号码还没出来了 等我的号码显示出来了我就可以去付款了 好便宜啊 今天一共才六十几块钱 治疗费加整疗费全东西 现在呢我就先回家了 在日本这边看病啊 她都是来的时候先挂个号 然后到结束了统一一次性付款就可以了 不会说你做一项检查付一次费用啊 这样的话可以省时不少 那今天检查的一些过程 包括医生给的是到底要做手术 还是不做手术的这个建议 等我回家以后 然后呢我再具体跟大家说 现在我刚把他们来接我了 今天在医院的时候医生给我说了一些手术的方案 包括一些情况啊 他有写在一张纸上面 本来是想把纸给大家看一下的 但是那个纸我刚才没找到 医生呢还是建议我动手术 因为上一次那个视频发了以后 很多人就是也有发私信给我 就是说 就是中二人这个手术是可以做也可以不做 就是毕竟是手术嘛 然后有的人建议我尽量还是保守一点 就是不做会比较好 因为手术毕竟有风险 然后呢今天我也问了医生 医生呢他说现在的技术啊 跟几年前啊就是或者是十几年前啊 他的就是医疗水平呢在就是发展的很快 而且呢像以前像前几年吧 可能动手术的时候还会在耳朵后面这边开一刀 然后从这个里面从这个后面 取那个软骨的组织出来 然后去填补那个耳膜上的一个洞 但是现在呢医生说不需要从后面开刀了 所以呢这个手术基本上是看不到疤痕的 他说是从耳朵的内部 然后呢就是说开刀 然后在里面取那个软组织 然后再去填补那个洞 医生呢也给出了三个治疗方案 第一个就是当天洞完手术 当天就可以回来 他说这个治疗的那个概率的话 是75% 这个费用呢也很便宜 大概是两三万日元 差不多人民币在一千到一千五人民币之间这样子 然后第二种方案呢是在医院住一个晚上 住一个晚上第二天再回来 这个费用的话是 十万日元 然后这个治疑率的话大概在八到九成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在医院住三个晚上 住三天 然后第四天再回来 这个费用的话是三十万日元 人民币的话差不多在一万五到一万八之间这样子 然后呢这个概率的话是完全是可以就是说帮我治疗好的 还有就是他说现在我那个耳力下降了吗 听力下降了 他说不敢肯定是不是一定是这个穿孔这个位置啊 导致的还是说耳朵内部的神经还是哪里出现问题啊 他说最好还是建议我选择住三个晚上 然后这样的话如果说是不是因为穿孔的原因是因为耳朵内部的一些原因 他说到时候手术过程中也可以说一起看一下 他说这样比较好 还有的人问我那个局部麻醉还是全身麻醉 两天也是可以出院的 然后就是最好的那个方案 他说如果说不能保证我在手术过程中一直不动的话 他说就需要全身麻醉这样子 然后我也有问医生 我说就是说因为前前几天有好些人就是给我发信息 就说手术不成功到时候有一些后续的一些麻烦也很那个 然后我今天问医生的时候 这个医生呢他没有跟我讲出这方面 就感觉他很有就是很有信心的 好像这个就是个小手术 他说就是让我选择第三项 他说这样的话就是基本上不会说出现术后的一些并发症 相对来说他说很概率很低 我回来的路上呢 我公婆他们也有问了我就是治疗的这个方案 然后我公婆他们就讲 还是让我选择那个就是时间长一点的 就是可能需要住三天四天院这样子 他说这样的话可以保证就是概率 就是最高嘛 他说选择第一个的话 当天回来 他说万一是对吧 百分之二十五那个就是内内里面 他说反而反而麻烦 那既然当手术那就不如一次性就直接把它给弄好 我自己现在也是倾向于第三个 然后晚上等我老公回来 然后再跟他说一下 下个礼拜还要再去就是医生那边 然后跟医生确定一下治疗方案 然后手术的时间就可以定下来了 我出想先去掉 腫了好多 今天又摔了一跤 教宾 体永远看不见 带路吧 带路不见 带路不见 我以前的胃脏 大丝 大丝 明显 对,鼻子也摔倒了 嗯,ちょっとね でも大丈夫,何日で治るから 一回口切れたことある 我来看一下,他这个嘴巴好像 哎,那个筋就直接摔断了 嗯,回来的时候哭了好一会儿 摔的,腫的蛮大的 现在 明天开始你是几年级的学生啊? 三年级 对,今天春假就结束了 明天学校就要开学了 明天去学校就能看到很多同学了 你去学校的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好的呀 衣服鞋子全部准备好了 还有那个铅笔呢? 嗯,全部好了 全部好了 不要忘记东西啊 忘记东西明天 没有人送啊 你要自己那个 嗯 爸爸今天几点回来 嗯,さっきでもしもうちょっとで帰 もうちょっとで帰るっていうから 45分ぐらいに会社から出るよ 嗯,知道了 那你先去刷牙洗脸吧 往六 嗯 往六 刷牙洗脸都弄好了 嗯 那马上快九点了 你等会儿要准备睡觉啊 明天要上学 嗯 妈妈等会儿把弟弟抱上去睡觉 今天你想加一个什么单词? 嗯,三年级 三年级啊 对你马上三年级的新生呢 怎么说 三年级 三年级 嗯 我去孩子下次再见 拜拜 嗯,拜拜 我老公到现在还没发现 孖子 嗯 你看一下他的嘴巴 嗯 嘴巴 嘴巴 我被固定了,我被固定了,我被固定了 我被固定了